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透过网络攻击其他国家 还有在社群媒体宣扬所谓的亲中言论 那么现在传出了台湾 英国 泰国等等 至少20个国家以及北约组织都在被他们监视的范围当中 那么我们透过了这间公司 他的官网介绍当中 就有提到他的合作单位是哪些 排在第一个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紧接着包含了北京市公安局 广东省公安局 江苏省公安厅等等都是一些警政单位 那么外媒就分析了他们现在被公开的文件 就显示北京政府会把钱付给安巡讯息 然后安巡讯息就会来帮北京政府 害遍中亚 东南亚 香港 台湾等地 依照了这个骇客要他们的技术 还有取得的资讯量 每件数千甚至到数百万的人民币不等 那么安巡他们会制造间谍软体提供给官方 官方透过了这些间谍软体 来揭露境外社群平台的使用者身份 入侵他们的email 有些设备甚至被卫装成了延长线行动电源 来用来骇入一些WiFi的设备 包括了政府部门 军方情报 还有大学政治团体 航空公司 甚至人权团体 电讯供应商都在他们的监视范围当中 台湾当然有受害 依照目前所被公开文件显示 包含了丹江大学 台大医院 台大应力所 以及圆桌教育基金会等网站 都在被他们骇入的名单当中 甚至传出有大量的台湾道路的资料样本 也被共军所取得 专家担忧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入侵台湾 将会是一个极大的帮助资料 以上讯息提供给您 也请去锁定华视新闻 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